第三十五题 右图表示PQ两侧是同一个地点出发的速度与时间关系图 他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图形这是个VT图 然后我们晓得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直线越斜代表加速度越大 直线如果完全不斜是平的 就代表所谓的等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P做的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而Q呢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又了解如果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的直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速度跟加速度反方向 速度的直就会越来越小 而我们的Q的速度是越来越小的 所以我们就表示他的加速度是跟速度是反方向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选项A是错的 我们的P车做的是等速度运动 而Q车做的是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呢A选项是错的 所以呢同样的道理C选项呢也是错的 因为P车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加速度 当然就不会有加速度与速度同方向 而且同时Q车呢是加速度与速度反方向 所以他的速度的直会越来越小 两个从同一个地点出发 一个车子保持相同速度前进 而另外一个车子却是越开越慢 所以他们距离当然是会越离越远 所以B选项呢也是错的 所以呢我们正确答案呢 只有一个珠选项就叫做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的是珠 从出发到T1时 P车没有加速度 Q车加速度与速度呢反方向 这就是我们第35题的答案